而花蓮县70岁以上以及原住民60岁以上长者莫德纳第二剂疫苗接种 6号起到8号在13乡镇开打 县长许正卫和县卫生局长朱家翔 上午是前往了节安国小和中华国小来视察 县政府卫生局也提醒符合条件的长者 收到了黄色通知单 请前往指定的时间及地点来接种 花蓮县70岁以上及原住民60岁以上长者 莫德纳第二剂疫苗接种 6日起至8日在13乡镇开打 县长许正卫和卫生局长朱家翔 上午前往节安国小和中华国小视察 节安国小部分预计施打1200剂 由国军化临总医院调派6位医师 9位护理师 约35位人力协助民众 正卫要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 能够配合国家的需求 让我们国家赶快安静下来 让社会和家庭赶快安全 让我们更加的安心 让我们的生活才会顾目正轨 另外这会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有的12岁以上 只要是高中 国中的部分 巴黎县政府也都入校 为我们的国中12岁以上 还有高中的孩子都已经施打完成 那现在呢 因为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打习惯疫苗的 所以这个我们会为12岁以下的孩子先来打流感的疫苗 至少他在防御力上面还是有的 中华国小部分预计施打1300剂 由华联慈激医院调派4位医师 20位护理师 约50位人力协助民众施打 卫生局提醒 收到黄色通知单长辈 请依照指定时间及地点前往 若施打完身体不适应立即就医 另外12岁以下学童也将在下周施打流感疫苗 并提醒施打流感疫苗者 务必一周后再施打新冠疫苗 接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